回这10年的结果 我们先来看一下上面 那这个有些东西 其实我也不太会去看 那有些东西 我们就看简单的 我们就直接看结果 那我们先看一下就是呢 这是初始资金 都是100块开始 然后这是最终你赚到的钱 最终你赚到的钱 那如果说你10年的时间 那你一个月投资100块 所以你最终的总投入资金是多少 应该蛮好赚的吧 12000 就12000 因为一年你100块就是12000美元 然后10年就乘以10 就是12000美元 然后我们总 简单来讲 12000美元 结果你投资债券的话呢 你的总回报是这个 这不是差不多吗 只赚了12400 对吗 因为债券是回本的 就保本 然后因为这个我都有做股息是在投资的 OK 我设定的时候都是有做股息是在投资 所以 债券的话就是 对有点 出乎大家意料 应该也在意料之内啦 就是你 你赚的钱没有到你想象中这么多 没有到想象中这么多 那如果你投资真实的债券 那也有可能会不一样 因为真实的债券 它是保本的 它是保本的 那你就是赚它的利息 而且利息是固定的 如果5% 那就一年5% 一年5%这样子 OK 然后再来是黄金的部分 黄金的部分呢 我最终的结果是还不错 18,221块 18,221 18,221 然后到了我们台湾这边 那有看到吗 如果你投资台湾的大盘的话呢 你的结果是22,313块 所以还没翻倍 但是接近翻倍了 如果你以12,000来讲的话 然后呢 如果你投资的是美国的大盘 快翻倍了 23,000 比台湾的大盘还要再好一点点 好一点 那我觉得看这个数字有点不太 不太精准 我觉得要看报酬率 但至少说我们知道排名是4,321 对 至少排名是4,321 说4,321同学 就是你们有讲到算是标准答案 但是至少大家都答对 也是 4是第一名 台股其实表现没有很差 至少说一股市当然输给美国 可是还是赢过另外两个商品 没错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看年化报酬率 我们就看年化报酬率来讲 一样还是就是美股的表现会比较好 大概到了12%左右 你这个已经有股息在投资 对 我是选yes 因为之前那个 一般我们在做回测的时候 都是没有做股息在投资 就是单纯 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抓 比如说Google的股价的话 那他那个是没有算股息的 所以 之前会有人在讲说 其实 台股没有输美股 因为我们的殖利率比较高 什么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 你有做股价在投资 基本上就把这一个 把这个疑虑弄掉了 就是有再把它灌回去 这样子 对对对 OK 所以呢就是一样啦 如果我们看年化报酬率 的话 还是美股比较好一点 台股大概9%左右 那这个是黄金 黄金大概是2% 2.6% 然后债券不到1% 大概是这样 大概就是一个年化报酬 就是跟他分享一下 所以 啊一样啊就是 4321 然后就是投资美股 长期而言的话 你的报酬率还是会比较好一点 那再来就是台股 然后再来就是黄金 然后最后是债券 至少以这四个标的 我们做个回撤的结果 就是这个样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